这里是光绪帝与龙玉皇后的河道墓 四门九圈的地宫还有63米多长的墓道呢 虽然后来鉴定光绪被毒杀 但是死后却享受到了极其的奢华 这是最后一圈的地宫里 地宫里呢就放着光绪与龙玉皇后的光果 但是光果上呢竟然有一个巨大的大洞 像是石膏泥补充区的 在工作上呢竟然摆放着光绪帝与另一个女人的合照 但是这个照片呢并不是龙玉皇后的 那么它是谁呢 那么这个照片摆在这里合适吗 我现在是在光绪的丛林啊 其实呢在历史上呢光绪皇帝呢 我觉得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位皇帝 因为呢他这个墓啊是清晰临终 就是皇帝临终唯一被盗的 乾隆的第二个儿子夭折的时候 选这个地方放弃了 盗光放弃了 很多呢皇帝 把它选为备用的目的 结果都放弃了 最终呢光绪选择了这个地方呢 导致最后被盗了 这也是他的命运啊 这个是五门六柱的室牌坊啊 这种样带门的室牌坊啊 这个还是很少见的啊 这面应该是复原的 因为早以前看见全部应该是没有了 现在看起来呢 全部是崭新的啊 光绪呢一生的命运悲惨 最后呢经过检验啊 才发现他的地宫头发啊 还有披霜 说明当年地宫 当年这个光绪啊 是被堵死的 这是小碑楼啊 小碑楼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这个主要放什么 放一块碑啊 上面刻着光绪的四号庙号灰号 咱们重点看光绪的地宫啊 因为光绪的地宫啊 是目前就是所有清晰林中唯一开放的地宫 因为他的地宫被盗了 他的棺材上呢 居然有一个大洞 并且呢 他和龙玉皇后合葬墓里呢 竟然有一张其他女人的照片 又是谁呢 我们直达地宫吧 其他的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清晰林这边的 黄晰林的剑织啊 基本都差不多 无非是他这块 可能在光绪 死的时候才见的灵 并不是他活着时候见的灵 比较匆忙 跨过这个龙恩门啊 进了龙恩殿 这个龙恩殿里面不让拍照啊 这个挺遗憾的啊 然后呢 这边就是林寝门 林寝门中间是走光果的 不能走人 咱们直接从这边上去 后面就是方程明龙 如果你在明朝的地灵啊 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 直接参考光绪的灵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形之一样的 只不过明朝的灵啊 可能要深达四十多灵 施工前面呢 就是方程明楼啊 下面是方程 上面是明楼 后面呢 就是宝城宝顶 光绪的地宫呢 就在宝顶的下面啊 不过呢 一生悲情 作为一个傀儡皇帝呢 竟然选择了一个 非常好的地方来葬自己 这个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金龙玉 选择这个地方的人呢 竟然是慈禧太后 不过呢 可怜的光绪地 除了地宫 其他都是由民国政府 出自来建 光绪的地宫呢 总共的面积是三百四十多 相当于一个小别数啊 这个木道场是六十多米 由九券四门组成 四道门九券 什么意思 分开了一点就好了一起了 什么是券呢 像这样的拱顶 应该叫做券 最后一圈呢是金券 这里有个道供啊 这是1938年据说 当时是一帮军阀 但是这些军阀呢 也是非常的高明 这里是怎么写的 从雅伯院内 流离罩壁浅 向下挖掘深洞 直达地宫 封门墙地基下了普通后 折向北 我给大家说一下 是怎么来的啊 大概就是从那个方向 挖地基 先挖到这边 挖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金刚墙 金刚墙 然后再 从这里 再折向北 折到这块来 直接绕过金刚墙 从这里挖出来一个道洞 从这里进去 有人说呢 干嘛不炸呢 能炸 肯定就不用挖了 炸的动静太大 没被人发现 这道防灵都是一种禁忌啊 这金刚墙呢 相当于千金顶啊 要想把它轻易的炸开 也想必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说呢 当时盗墓选择了 从下巷领化 说明啊 这帮盗墓贼 相当的专业 不仅仅是野蛮的这种的 军阀道具 继续往前走 光绪的地宫 每扇石门都装有 重达几十吨的铜管扇 既能支撑门上的巨石 又能使巨门开关自揉 相当于一个门轴 最里面的一圈呢 就是金券 也是最大的一圈 里面存放着光绪 还有玉龙皇后的光果 金券外的石门楼 是用整块青白石叼成的 门大概高3.5米左右 其实这个雕菩萨 还有雕经文啊 这个最早啊 有记载的 我感觉是在那个 金环墓里 金环墓的原型啊 就是乾隆的母亲的墓 但是那个地宫呢 尚未打开 只是清朝的记载中有 菩萨的线条文理 面部表情 都雕刻的栩栩如生 这个光绪的墓呢 匆匆而掉 匆匆而挖 匆匆而建 但是里面还是 彰显了皇帝的这种配套啊 丝毫不逊色 现在整个地宫里 就我一个人 采下这个地露 火星都很大 每次参观这种地宫啊 我发现总最后剩我一个人 现在还早没人来 前面就是金环啊 那里面放的就是光绪和玉龙的皇后的棺果 第二道石门呢 这个上面调的是带菩萨的菩萨 世教菩萨 这个呢也有种说法 说是什么呢 说是当年啊 光绪的时候 他们国力衰退 需要用这种男性菩萨来震一下 我觉得啊 这个说法也有点牵强 那为什么不掉一些金刚历史来 那不是更能庇佑吗 更刚吗 这是右边 感觉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光绪和玉龙的棺果案 上面竟然有大洞 据说是当年盗墓贼打穿棺木 将光绪拽了出来 这里面现在葬的是不是光绪和玉龙呢 还不清楚啊 但有龙说是还是啊 所以我来说一个人逛时真有点害怕 其实在光绪的棺果之下呢 还有一个金井 当时呢盗墓贼并没有发现 在建光绪墓的时候呢 竟然发现金井内不仅有沙石还有水 这在当时是皇家大忌 但是没有办法 只好见盗墓贼呢 没有找到金井的宝物 却把棺材打了个大洞 把光绪的尸体拽出来 当时考古专家考古的时候吐了一地 这张照片呢 显得有些诡异 照片里的人呢 分别是光绪还有真妃 真妃呢 就是光绪最爱的妃子 光绪呢 其实当时并不喜欢龙玉皇后 龙玉皇后呢 只是慈禧的侄女 是派到光绪身边的一个卧底 光绪有多喜欢真妃呢 据说死的时候 手臂上还带着他们的定情信物 连环翡翠环 真妃呢 最后是跳进而死啊 现在的真妃井还在北京保存 但是据说那个井口太小啊 很多人分析啊 根本真妃就跳不进去 完全是被强劲塞进去 所以呢 那个井是现在看来 仍然是很恐怖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呢 慈禧强行将囚禁中的真妃呢 推入了井中 并且扔下了几块大石头 当然呢 像这种事情慈禧不会背黑锅 历史也不会记载 后来呢 载封记载为 被崔玉贵推入井中 真妃死时 年仅24 光绪一生的至爱真妃呢 是一个非常活泼的神 喜欢捣鼓西洋玩意儿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时髦 并且呢 性格活泼 就是这样 触怒了慈禧太后 可惜呢 两个人到此都没能仗在一起 真妃死后呢 光绪从此再没碰过女人 明镜下可以说出品的东西 或许多赞